情到浓处夫妻之间 修着脸也会做的三个小事情 你做过吗 两个人因为爱情而结合相守 走过一生是多么的美好 结婚后不单单是一起过日子 还要明白爱情的美好 要学会享受爱情 千万不要被那些繁成熟事给绑架了 在平庸乏味的婚姻生活里 要经常学会给彼此增加浪漫 比如以下三个小动作你做了几个 一 说情话 谈恋爱的阶段两个人恐怕没少说情话 但是结婚以后还愿意说情话的 恐怕变得越来越少 这也是大多数夫妻所面临的困局 如何让婚后的生活变得更浪漫呢 说情话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之一 比如两个人在一起的劳累之后 还能相互说几句温暖的话 让彼此都觉得甜蜜 会激发彼此的感恩心情 两个人情感也升华到另一个浓度了 二 温柔体贴 两个人的相互温柔就像鱼儿离不开水 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各种难题 谁不是呢 可是在彼此劳累烦炸的时候 都能抽一点点时间陪伴对方 给对方一点温柔和体贴 那么生活的烦恼根本就不算什么事 如果两个人不懂得相互的温柔和体贴 彼此都处于冷漠的状态 那么婚外情就会趁机而入 让婚姻破裂 让两个人渐行渐远 最后还有可能反目成仇 三 吻 有时候一个吻胜过千言万语 夫妻哪有隔夜仇 吵架在所难免 只要两个人都能在吵完架 有着一股服软的心态 干预承认自己的错误 彼此都客气一些 再给对方一个拥抱和亲吻 那么你们的矛盾也就减少了一半 剩下的事情就看你们两的了 可以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轻他一下 满满的幸福